那我请教欣妮 你怎么观察现在蓝绿各自的整对跟变化 我觉得民进党的特色 就是说我们在哪边跌倒 就在哪边站起来 所以在1.26之前 人民对民进党过去这几年的执政的不满 其实你可以看到赖清德的赖清德主席 他在这几个月里面 他针对每一个痛点 他都非常的诚恳的反省 而且他也愿意提出改善的方式 那由于陈建仁院长 他现在的组阁 我们也看到中生代的几个表现在地方执政 表现不错的首长 也都进入了内阁团队的时候 其实确实民进党在整对了 那民进党跟国民党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的初选规则 一旦定了之后 他就会做 虽然在2019年有一些波澜 也造成很多人对党中央的不满 但是你看国民党 从每一任的选总统的初选 他们永远是没有规则 他们都是量身定造的吸引 为了这一个候选人而做了这一个规则 2000马银酒特别费被起诉 他们为了马银酒修了这个排黑条款 然后呢2008年 然后2006年只有洪秀柱登记 结果为了民调不好他就换柱了 然后2020年他搞得更复杂了 又让郭台铭回来就让韩国瑜出现 所以说其实中间选民一直也是在看说 因为我们既然说我们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要选总统大位 那你这个政党对于民主政治跟法治 你展现的态度是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场初选 为了要量身定做 为了要自己的私心 而失去了所谓的中间选民对你的信赖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了 现在的整体的国际关系 国民党真的是 会到第四竞争了 就是说最可惜的是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最可惜的是 在2000年他们让李登辉 离开中国国民党之后 本土派的声音就越来越小 其实倘若我们这样重新回想 如果国民党内一直都还有 本土的力量跟声音的时候 今天国民党不会请中请的这么严重 那你又说郭台铭 我承认在现阶段 他看起来是一个很强的候选人 可是我们再看 我们刚刚花了这么多时间 讨论美中关系的时候 一个当一个万一总统候选人 他的工厂在中国 他的市场在美国的时候 他又怎么抉择 那当总统你的利益 你的利益是国家的利益 是人民的利益的时候 可是当你的产业利益 一边是中国 一边是美国的时候 你要怎么当好一个总统呢 所以我在看国民党的初选 我们当然不便涉入 因为他每一次都是不公平的初选 因为他每一次都是量身定做 所以这东西 民进党也是不公平的初选 所以我承认 所以上次民进党的初选是我们 民进党上一次2019不断的延宕出选 这一件事确实也让人民开始去质疑你 那我们很幸运的有韩国瑜出现 所以我们才能够继续执政啊 但是在这个执政的过程 那我现在国民党几个热门人选 你最期待谁出现 你说我个人吗 其实我觉得侯友宜出现还不错 你应该挺耐亲德了嘛 对不对 好但是国民党因为有不同人选嘛 谁是你的第一志愿的期待的对象 我第一志愿我当然觉得 好好这台是不错啊 你看一常选战 只有五个字就可以打完了 没有因为 你觉得侯友宜很好打 不侯友宜也不好打 因为他有太绵密的 他的手段是不好打的 但是他尤其 但是这一次是整个国际情势 对台湾有利的时候 这么高亮度的年间度 在照亮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 侯友宜他的缺点就会非常大的纰漏 然后就会让人民失望 就他缺点在这一个战场会被放大 但是他在地方选举上 他是相对有利的 是因为他用那种资源的绑装也好 绑媒体也好 控制媒体的手段 只有新北市有效啊 因为好几个电视台都在新北市啊 所以能够被他控制啊 谢谢你讲到专业的重点 但是离开新北之后 人家可以不甩他 尤其现在是自媒体的世代 那你说国际的新闻 大家不可能不追嘛 然后一定 你当一个总统候选人 你一定要被问到的时候 你不能不回答 所以你光喝喝这台 五个字要打完一场总统选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你认为侯友宜很好打 那如果是郭台铭呢 我其实也觉得郭台铭很好打 可是我们要假设他不好打 那我们李正浩怎么会 有办法进入郭团队呢 郭台铭的问题 他最大的问题一定是在于说 一边是你的市场 一边是你的工厂 你要怎么去拿捏 所有的台湾人会问啊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2400万人 是将近有2000万人 身家财产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台湾 少数人才会有不同的地方 可以放置他的资产 所以大部分人 只有单一资产的 安身立命在台湾这块土地的时候 我也会怀疑你说 那你在两边抉择的时候 你要站在哪一边 还是你两边都讨好 就把台湾卖了 这也有可能啊 所以郭台铭的问题会 他的问题会在真正 打起选战的时候 会所有的缺点都会跑出来 好 我们稍后回来